每年玉里正公所编列一定的预算购买用药 由农民申请喷嗓 玉里正名代表罗世权总质询的时候 他就表示希望公所能够在三月份就开始发放了 不要等到稻税生病了 财再补降会来不及的 每年玉里正公所编列一定的预算购买用药 由农民申请喷嗓 玉里正名代表罗世权在总质询的时候表示 希望公所能够在三月之前就该发放 因为稻热病是水稻教程发生的流行病害 四月份是水稻分饮期 也是稻热病的耗发时期 希望不要等到稻税生病了才再补 这样子也都来不及 你每次这样子延宕下来 就差不多到四月才发放 那已经过了时效了 希望说 农民也希望说能够在三月中底 可以拿到药 可以使用好不好 那采购的厂商也是好 比如是不是还有其他厂商愿意来竞标 不要一点比一点高 所以说希望说能够 不一定 就是正牌 不一定说好用 但是说农民是说能够减少成本 而且现在的股价来讲那么的低迷 农民也只有在资财方面 能够尽量减少成本支出 这样才能够达到农民的收益 每一年 玉珍公所提供防治药剂有益有 汇穗墙以及卡斯敏等三种药剂 罗世权也说 希望公所站在农民的立场 目标是要让农民降低成本 因为稻米采收真的是要靠天吃饭 这几年的天气异常 让不少农民收成不佳 希望多多重视农民的权益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